当你们就是西门上台之后 你做了政府之后 你的电话是 几乎24小时都在响的 是 到现在那个电话是不停的 恐怖 恐怖 除此的时候我都不能接受 电话一直来 SMS WhatsApp E-mail 辛苦我没有微信了 不然就更够力 那些电话来是 一大堆的 包罗外相 很多都是投诉DBQ 晚上不用睡这样 晚上关身 所以真的半夜都还是会有人打来的 有 喝酒驾车给警察抓 他们以为我可以 一个电话当场放人 他喝酒驾车被抓进去了之后 就算打给你也不能做什么 还有几位来我办公室 拿着那个警察的伤办 不懂什么事情 警察开给他伤办了 他叫我们抗议 他以为我们这里盖一个印就可以抗议 真的太夸张了吧 是